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脑语心事的第七堂课 今天的主题叫做爆肠与成瘾 这个主题只有一个字是大家需要记得的 就叫做多巴胺 上面是它的化学是不需要记 因为没有人记得的 但是这个多巴胺是我们今天贯穿整个课程的一个主题 就跟我们的爆肠成瘾 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叫做Dopamine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的主题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reward system 所谓的爆肠system跟动机之间的关系 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动机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讲motivation motivation是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降低需求 也就是所谓的reduction of need 这是一种drive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中午的时候 饿的时候你要吃中饭饮食 你口渴的时候把你的水壶拿出来喝 你要饮水 你冷的时候你会穿衣服 这些是一种动机 这种动机是为了要降低需求 你饿了之后吃东西就不饿了 渴的时候喝水就不渴了 冷的时候穿衣服就不冷了 所以这的确是会去降低了这个所谓的需求 但是我们想一想有一些行为 比如说攻击探索性等这些行为 它并没有非要不可的理由 也就是no deficit state 意思就是说你不去做这些事情 你不攻击别人 不探索世界 没有性行为也不会怎么样 它并不是一个非要不可的这件事情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会谈到一些 比如说爱吃甜食啊 嗜酒啊 烟饮啊等等这些行为呢 它其实并不符合我们上面讲的降低需求这种要件 它比较像是呢 另外一种所谓的爆肠动机 也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叫做incentive motivation 是比较能够解释的 那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两件事情呢 大致上分成这两种不同的行为 一种呢叫做consumatory behavior 中文的意思就是摄取行为 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要维持生理的恒定 当然另外一个呢叫做appitative behavior appitative behavior呢我们称为欲望行为 这种欲望行为呢 它的目的是要满足我们今天讲的爆肠动机 也就是所谓的reward system 那在大脑里面呢 也有两个不同的脑区呢 来负责这个所谓的摄取行为跟欲望行为 摄取行为呢是在下氏丘里面 特别是在reward hypothyroid system里面呢 来负责的就是下氏丘 测下氏丘系统 那我们今天主题呢是多巴胺系统 所以呢它的位置呢是在 mysolentive dopamilogic system 这个system呢主要是负责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动机跟爆肠的行为 在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些实验 来研究这个爆肠动机呢 在动物或在人类上怎么进行 那简单来讲就是缺乏利己目标的情况之下呢 动物可以必须呢 它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来预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呢 包含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classical conditioning 就是古典制约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 怕腐肉腐的狗的这个实验 或者是所谓的操作制约 目标导向的叫做gold directed的operant conditioning 操作制约 那这些呢是一个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去评估到底它的reward 它的incentive 它的motivation有多大 所以呢这种是可以借由呢 获得奖励去评估说 这件事情呢到底有多有吸引力 多有获得奖励的这种动机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先介绍一些在动物上面的实验 有一些实验呢是属于叫intravenous self-administration 就是自我注射 那我们今天用一个大鼠为例 如果今天呢我们在它的这个血管上面呢 接上了一个导管 这个导管呢是它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呢 它就会获得 在这里是一种毒品就是安非他命 那老鼠跟人类一样呢 它如果获得安非他命的话呢 它会有pressure 它有快感 所以呢这时候呢 我们每天呢给它三小时时间 然后你就发现说呢 在第一图的第一行呢 它的浓度是0.75 那0.75的时候呢 它会在三小时之内会按31次 也就是获得31次注射的这个安非他命 但是非常有趣的 它是一个dose dependent 假如你把0.75的浓度呢 第二行是0.375 意思就是说把浓度降低的话呢 它要多按几次 它会按59次 获得同样等级的这些安非他命的量 来获得相同程度的快感 那当然如果你把浓度增加 从0.75变成1.5的话呢 它只需要按48次就可以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呢 如果呢 你在它的这个实验当中呢 加入了这个SCH23390 它是一种叫做多半胺的结抗剂 就是会去抑制多半胺的反应的话呢 这时候呢 我们待会讲到多半胺呢 是会让你产生这种愉悦的感觉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所以如果你把它挡住的话呢 那你就需要按很多次 像在这里呢 要按67次呢 它才能获得同样的奖励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种所谓的奖励的这种呃 程度呢 有多寡了 来判断这个到底 它的成瘾的程度到底有多少 除了呢 可以用这种注射的方式呢 也可以在它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脑区呢 埋下电极 那如果是老鼠的话呢 它也会去触碰这些开关来增加电极 因为电汤它会产生多半胺的分泌 它会产生愉悦的感觉 那同样的呢 如果你加入了多半胺结抗剂的话呢 这个客人会往右偏移 意思就是说呢 它要按更多次呢 更强的电流呢 才会打到相同的快感 但是如果你给它安非他命的话呢 因为它本身就有快感 所以这个客人呢 就会往左偏移 就是它不需要这么强的刺激呢 就可以达到一样的快感 所以这个呢 是告诉我们说 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来证明 第三个实验呢 更简单 这种行为实验 就是呢 我们去看它叫做 一个叫做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意思叫做场地治愈品号 就是说今天 如果我们让一只动物呢 在一个有这个空间当中呢 是给它这个安非他命 或是任何的药物 然后在另外一个空间呢 是没有给它任何的药物 然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它成瘾的话呢 我们让它选择 在左边这个房间 还是右边这个房间 如果它待在房间的 两边的时间是一样的话呢 就表示这个药物是不会上瘾的 但是如果它待在左边 现在是在这个 右边这个房间 右边这个房间 是它打药物的那个房间 如果待的时间越久的话呢 就表示它的动机越强 也就表示它的成瘾的效果是越好的 所以呢 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验上 可以做实验来证明说 今天这个动物呢 它是会透过一些方式呢 产生所谓的成瘾的现象 那我们刚刚讲说 今天的主题是Dopamine 就是多巴胺系统 在大脑里面呢 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多巴胺系统 那有一些呢 是我们后面会讲到 跟帕金氏症有关的 但今天呢 我们主要的重点呢 是在这个叫做 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 叫Miss Olympic Pathway 那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脑区 这个脑区大家也不用背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叫VTA Ventral Tegmental Area 翻成中文叫 辐射背概区 这个地方呢 它是会制造多巴胺 然后它会投射到 一个叫做Nucleus Accumbent 翻成一核 或是福德核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会释放大量多巴胺 那这条passway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条passway呢 就是所谓的脑中的 多巴胺神经网路 当你有产生的一个 所谓愉悦的感觉 做一件事情 获得奖励 得到愉悦的感觉 就是你大脑里面 现在这条 这个叫做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 产生了一个 很强的这个多巴胺释放的反应 所以呢 我们就说 中脑的这个边缘多巴胺系统呢 它是能够强化动机 你做久了之后呢 可以把你的动机强化 然后呢 它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对于爆肠呢 会有产生所谓预测产生反应 但是呢 如果是过多刺激的话呢 就会造成情绪失调 或是成瘾的一些现象 我们后面呢 就会讲到 药物成瘾 烟瘾 酒瘾 甚至网路瘾等等的 都是我们在后半段的课程会提到的 那我们现在进行第一个 今天第一个课程民调 这个民调呢 是要问大家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讲说 今天主题是多巴胺 那你认为多巴胺呢 在你大脑释放的时候呢 是A期待奖赏的时候呢 会释放比较多 还是获得奖赏 还是享受奖赏 因为它有不同的时间点 一个是期待 一个是获得 一个是享受 你认为在什么时间 会产生大量的多巴胺 那当然这是有答案的 所以我用一个实验 来跟大家讲这个答案 这个实验呢 是发表在1997年的一篇 Science paper 这是一个 Wolf & Schroes呢 所做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研究 这也是在 这个爆肠成瘾系统里面呢 最广为引用的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呢 是用猴子做的 那它把呢 一个电极呢 插在我刚才讲 那个中脑的多巴胺神经系统里面 去记录神经的反应 那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讲 它实验是怎么做的 它就是呢 先给这个猴子呢 糖水喝 因为糖水对猴子来讲呢 是一个reward 所以呢 它就去记录这个多巴胺反应 下面各位看到这个R呢 R就是reward 所以呢 你看到R之后呢 会有这个 这表示说当奖赏出现的时候 就是它喝到糖水的时候 第一次喝到糖水 第二次喝到糖水的时候呢 多巴胺神经元的反应是上升的 那表示它释放多巴胺 多巴胺让它产生愉快的感觉 这个没有问题 再来一个实验呢 就是最经典的实验了 这个实验呢 就是在它实验之前呢 各位看到它的这个左边呢 R的左边呢 有个CS CS呢 叫做conditional stimulus 意思是说 是一种制约的刺激 这个刺激呢 是一个光 所以呢 它在给它奖赏 就给它果汁之前呢 大约呢 是在一秒钟之前呢 给它一个闪光 所以当它看到闪光之后呢 一秒钟之后呢 它嘴巴里面就会有果汁喝 做这个实验 做久之后呢 就发现非常有趣的是呢 在实验久了之后呢 这个多巴胺神经元的分泌呢 并不是在奖赏 并不是在R的那个位置 而是在CS 就是在给它光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多巴胺神经元呢 它是对预测 就是当有奖赏 被出现 一秒钟之后会出现的时候呢 它想到这件事情 预测到这件事情呢 多巴胺就会出现 但是真正的R 就是reward的那段时间呢 它是平的 一直就表示 它真正获得果汁的时候呢 多巴胺已经没有再上升了 多巴胺神经元没有再反应了 最后一个实验更经典 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故意呢 在它期待有奖赏之后的一秒钟 故意不给它 故意不给它会怎么样呢 就出现我现在画那个红色的箭头 它的反应呢 是降低的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多巴胺神经元 它是要预测一秒钟之后要有反应 可是如果一秒钟之后 那个奖赏没有出现的话呢 它产生的是抑制作用 反而会产生一个这个 非常强的这种抑制作用 让你的多巴胺反而是减少 减少就是不快乐的意思 那这什么意思呢 讲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你想要但是得不到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 我讲到这里呢 我就要用我之前这课呢 有一位学生他写了一个报告来跟大家分享 他分享他自己真实的故事 大概是五六年间有位学生呢 他说他每一次这个下午的时候 六点钟的时候会在小吃部买晚餐 然后看电视 然后那时候呢 有朵拉A梦 所以他那时候呢 就是每天呢 都习惯了在六点钟的时候买好晚餐 坐在那个电视前面看朵拉A梦 每天都过着幸福快乐生活 但是有一天电视坏了 所以那天呢 他买好了晚餐之后呢 坐下来发现竟然没有朵拉A梦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就像我们现在在图中所看的 是一个明显的意志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很想他期待 他买好晚餐 他要看朵拉A梦 可是呢 没有朵拉A梦的时候呢 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我想各位应该有很多经验 就是你预测会得到什么东西 那如果最后没有得到的话呢 反而会得到痛苦 所以这就是这个多巴胺神剧院 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他有这种预测跟reward的作用